这人我怎么这么眼熟啊 大狗 被我们递到工商局去的那个 真是狗改不了吃屎 你什么事 我给你打开 我真的在找你 怎么会是你 我现在还可以 我还不想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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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人来说 我还不想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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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职业点儿行吗 怕外面听不见啊 姚 你小子还喝酒呢 谁让你喝的 哥 你来点 跟我这么多年 没长进 哥 几个 大买买来了 快看啊 爸 您不认识啊 何止认识 跟我和你妈都是老朋友了 你跟他讲 嫁客见面谈 细节好商量 爸 我最近认识一个网友 叫赎罪的狼 特别逗 什么狼 赎罪的狼 我当心你妈揍你啊 爸 没事 跟你说啊 他是个老头 可逗了 你啊 还小 是非判断的能力还很弱 你不要乱七八糟的 什么人都聊 你看 他们拒绝见面 想见面 想见面先打钱 好 让他给你账号 嗯 我去 是贵妃的鱼吗 流动主义 够职业的 干我们这行不是没吃过亏 千言也会 好 第一 我们在前面开 你们在后面坐 这样看不到制作过程 第二 流动作业 比换地更安全 这话是你说的啊 陈阳和 多少年了 我一直在找你 陈阳和 你没变样 是吗 你见老啊 图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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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我老婆会心疼 听见了吗 别打脸 打 打死我 又怎么了 大哥啊 杀了我头天蝶 你别打得太狠 打得太狠 我老婆会杀了你 杀了我 职业要什么规矩呢 可是我跟你讲啊 一个男人 活的就是个规矩 一个男人活的就是家 就是家人 就是老婆和孩子 我是有一个好老婆的 你呢 还没结婚呢吗 这个锤子兄 你那个 五间大房房 你自己住过几天 又住过几天呢 你别说盖五间 你就是盖五十间 你每天还要在这个车上来回流动的 跑来跑去 那你那个房子给谁盖的呢 这位结婚的兄弟 你结婚了 你天天不着家 你老婆有一天要是改了家 跟别人跑了怎么办呢 还有你啊 大哥 出狱了到现在这么多年了 你还不结婚 你说你挣十万块钱 你一年就挣一百万块钱的话 你这个钱花 我老婆就改嫁 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结婚的 不那个改嫁的兄弟啊 不是这个这个这个 你知足吧 你老婆只是改嫁了 你幸亏没有孩子 如果你的孩子要是跟着别的男人的心 那你多难堪呢 对不对 我自己也敢笑啊 你哭什么呀 有点出息信不信 你想干什么 我想收你 我想收了你们 你是大财 我想带你们大用 如果能跟了我陈江河 你踏踏实实盖你的大宝坊 如果跟了我陈江河 你们的老婆再也不会改嫁 孩子也不会改嫁 如果跟了我陈江河 你们踏踏实实每年赚这十万块钱 我来交税 我给你们上保险 吃穿住用在我陈江河的工厂 宿舍和食堂 你想想 谁啊 你大善良 我就是个小商人 不瞒你讲 现在市场竞争太激烈了 所以我想请一群高手 来给我做一个快速反应部队 如果你来 我求之不得 要是换别人 我还愿意从这个梁 你们家门都没有 好 沈江河 今天我们算扯平了 第一 你们家的货 我们再也不会防 第二 从今以后 我们井水不犯河水 老死不相往来 走 就好 再送给我们 咱们 我们下集完 我们下集完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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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下